各位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聰聰 今天是5月7號2023年週日的早上 我們今天標題是大財報結束了 市場要往何處去 那我們上週沒有視頻 因為上週週末很忙 有家人來訪 然後這個兒子有很多的體育活動 所以有一些接送 所以當然還有在現場看球 所以基本上就是時間壓縮得很緊 所以上禮拜沒有辦法給大家做視頻 但是基本上我們上週的市場走向 基本上我覺得跟上上週所提到的很像 我們上上週講到說 科技股重磅財報週是否會挑起波動 那我們看一下圖 上週到上週期基本上就怎麼樣 你看在這個路上上週之前 這個市場是非常非常小的波動 慢慢的飄上去 然後沒有什麼波動 上週怎麼樣開始這兩週 就波動變大了 你看所以的確就是我在這個視頻裡面 給大家所做的一些分析 雖然說是靠了經驗 這個講的 並沒有絕對代表什麼預測能力 但是基本上是有一種所謂的盤感 這個盤感有時候就是有感覺就說出來 沒有特別去保留或者是就是說 刻意要說什麼 所以基本上大家可以用我這個視頻 雖然也不是很長的視頻 但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這我對市場看法解讀 那基本上都不會跟真正未來要走的差太遠 當然我們並不是這個神仙 如果是神仙我就不會給大家錄視頻了 還那麼刻苦耐勞 所以就是說給大家就是講解聽一聽 然後感受一下 我們對市場的一個看法跟解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盤未來會怎麼樣 因為之前講過說財報週市場通常不會大跌 這第一個不會大跌 第二個市場可能是一個震盪 或者是稍微走高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市場在過去兩週其實也是如此 在科技股大財報然後呢 有一兩個比較不好有跌 那其他大部分是偏漲 所以基本上整個體來講的話 讓大盤變成一個橫盤的震盪 這是我們往回頭看的一個大盤的結果 那在市場這個隨著財報結束的情況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以技術來講的話 市場大概會怎麼樣一個走向 那給大家做一些減息 那我們看到說過去以技術來講的話 我們在標普這標普的日線圖 那有在這個4050 4060這附近有一個非常強的支撐 這支撐在過去四月份 四月中的時候就是一個支撐 第二次是在4月25號 然後呢在第三次是前幾天的 這個5月4號都曾經在這個支撐的地方 然後有一個好的反彈 那所以呢 這個地方必須要跌破 然後呢就會有引起更大的一個方向性的一個運動 就是說會往下砸一些 那暴跌我到目前為止還沒看到 但是呢如果有的話 那可能會給大盤來做一個 類似這樣一個補缺口 這裡一個小缺口 這裡一個小缺口 大概是在 這個4030 標普4030 以及標普的3980到4 3995 這個3997的地方 會是一個 就是說回調的一個支撐的地方 那也剛好是在日線上是一個200天線 100天線在這裡 200天線在這裡 所以這也是一個非常合理的一個地方 那市場到底會不會跌 這個我們其實也不知道 但是市場的形態呢 是一個橫盤 我覺得在你如果覆盤 在對盤感比較久一點的話呢 像這種橫盤非常久的時間 這一個多月的時間 通常是一個頂部 通常是一個頂部 比較難成為一個上升的中樞 繼續往上 比較難是有可能 但是比較難一點 所以當市場在到了4150 甚至到4200這位置的時候 就會變得比較容易 因為消息關係被sale off下來 所以在這地方特別注意一下 那我們這邊還有參考一個恐慌指數 恐慌指數有一個相對的低點 而且在MSCD來講的話 其實它這是一個接近底部 雖然恐慌指數是可以在地上躺很久 地上摩擦很久 在上面的話都是一個堅定 那這種情況下呢 就是說看起來像是一個比較屬於 像是一個盤底的過程 所以越接近底部 16、17、18這附近的話 就比較容易反彈 一反彈的話 就會容易造成市場的一個震盪 所以在這地方 雖然日線圖的解讀 是一個頂部的象徵 因為MSCD這是一個背離再背離 而且是一個慢慢要往下過程 所以比較難一次的 就是又往上衝 要衝很高 這是不太可能 機率很小的 有的話就是慢慢的飄上去 然後再有一個什麼消息 然後再被打下來 那再打下來的話 可能就不會像這一次這麼幸運的 三次支撐 那第四次就很難 四不過三、四不過四 就很難成為一個支撐 就很多可能會跌破了 跌破的話 我覺得回調還是好的買了機會 所以如果能看到短時間 看到3970、3980、4000 我覺得還是一個非常好的買點機會 所以給大家講一下 這個是一個MSCD 從頂部要慢慢的reset 把熱度消下來的過程 一旦開始走下坡的話 就會有大概幾周的回調時間 所以這個是盤整 我們不知道方向的時候 我們暫時做出來了一個解讀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就是下週有什麼重要的財報 其實下週中共財報已經不多了 像週一的PayPal 還有Parenteer 還有這些財報 其實都不是很重要很大 像迪士尼稍微大一點 但是它對指數成分股也影響不是那麼的大 所以其實都是屬於開始財報 慢慢對市場的影響減緩的一個情況 下週比較重要的是週三的CPI 通膨 通膨是否繼續的往下 通膨是否緩解 通膨是否有效的緩解 這對未來美聯儲的政策 緊縮政策是否能持續 這帶來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 所以市場會關注下週CPI的情況 這邊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 像美聯儲的官員 在下週能來有很多的講話機會 能看到5月8號、9號、11號、12號 都有重要的官員要講話 所以特別是12號波勒要講話 所以布拉德要講話 就要稍微的 市場會稍微的注意 我們大概市場 就是如此的一個看法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怎麼樣呢 繼續的做日內的早安點位 如果說你沒有其他的 中長線的餐位 或者中長線的餐位減餐了 你可以來做早安點位的區間 日內操作 增加你的收益 現金的收益 這是一個方法 所以每天早安點位 都還是會給貼貼大家 希望大家能夠好好利用 我們今天講到這地方 如果說你覺得我們視頻講的不錯的話 請記得點閱、訂閱、點讚 然後留言鼓勵 以及我們每天早安點位 都放在discord群 大家可以掃碼來進入 好 我們希望大家有一個美好週末 我們下一次update見 我們下一次 感谢观看